那么创校即将迈入45周年的花莲大汉技术学院 29号上午举行了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园区记艺文中心接牌典礼 同时举办了原住民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连展 展出摄影以及艺术创作 除了是增添艺文气息 也期盼同学从作品当中能够省思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属性与特色 创校即将迈入45周年的花莲大汉技术学院 原住民学生比例超过四成 也培育不少花莲在地的顶尖人才 配合整体校务发展特色计划 29日上午举行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园区记艺文中心接牌典礼 希望透过园区艺文中心 装照包容护融的多元族群艺文平台 配合我们学校整体的发展特色的三个主轴之一 我们建制了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教育园区 那也因为这个因素 我们希望我们培育我们的学生们 能够从学习当中来了解 各种文化不同之间的一个包容护融 以及传承的一个理念 我们期待的学生 藉由这个展成的作品 能够吸引起这个艺术作家的 他的一个文化内涵 也能够了解各种不同民族之间 应该学会尊重包容 我相信只有这样子透过教育 才能够把我们真正的前辈们 他们优秀的一些文化思维 以及内涵 不断的永续的传承下去 越本土就越国际 因为它有它的独特性 而且不可取代性 这也是为什么在原住民族里面 在台湾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被重视 而且重视到因为去不断的去挖掘 它整个生活的历程 还有现在的结合我们的风土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期待 大汉在这个整个原住民文化园区 能够有很大的作为 而花莲县政府也全力 跟我们大汉一起来合作 一起来合作 我相信这个对于我们现在 留住花莲的未来人口 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艺文中心同时展出 原民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主题连展活动 作品包含有曼波博物馆馆长 李华棠收藏的艺术创作 以及多位摄影家的摄影作品 增添校园艺文气息和氛围 也期盼培育学生 从中了解尊重各文化 学习包容互融 透过教育把祖先留下的文化思维及内涵 永续传承 记得蒋帮艳行程商报导